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士气,你怎么说,我是士气 今天呢,又是旅游系列啦 那我这次要去的地方也是一日游 然后是我很常听到,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也是我一直超想去的地方 也就是桃源的中立 那大家不知道对中立的印象是什么 我对中立的印象呢,可能要从就是我开始接触移工议题之后 就常听到中立很多移工 然后我在朋友们也很多是中立人 他们也跟我说,哦,他们生活的地方就是很多各国籍东南亚的移工 然后我其实根本没有去深究就是到底那里是怎么样 可是我就一直很想去看看什么叫做移工很多 因为我自己从小大家住的地方是在火车站旁边 高雄的后庄的火车站旁边 以前移工们可能都会住凤山 但当凤山越来越贵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搬到凤山的下一个火车站就是后庄 所以我们家附近营工也是算多的 就很容易我们去菜市场买菜 或者我们去大卖场买菜 就会跟移工排在一起 那我自己都觉得蛮正常的 而且我后来去打工换素的时候 遇到了移工 然后跟他们有一块15天的相处 我基本上不会就是对他们有什么恶意啊 或是不想跟他们接触 我想我对移工的经验可能比大部分的人都还多 可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一个县市 或是提到一个区域 大家一个想到居然是移工 我没办法有这种概念 所以就很想去看看 那这次有机会呢 主要是因为我刚好礼拜五的时候 就是在中立出差 那出差完反正来回交通费都有人支付嘛 所以就想说干脆就多留一天 然后隔天去玩个一日游 因为我去问了超多我中立的朋友 说哎你们那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啊 他们说呃没有 就像别人问我说高雄有什么好玩的 我会跟他说没有一样 是同样的概念 那我就想说没关系 我就上网找一下 然后看一下那些景点 然后我能到达的 如果不骑车的话 大概一日游以内一定玩得完 所以我就刚好只留一天就回来了 对他跟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排的行程 然后跟我去每个行程的看法 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行程安排 而如果是一日游的话 我基本上一开始就是从中立火车站 然后直接坐公车 就那附近有桃园客运的总站 然后你可以坐112北或112南 然后你可以到中增市场 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去吃早餐 我一开始想说 这样安排会不会有点怪 就是因为那个市场其实都是卖一些 比较油的 然后比较就是中餐类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我去吃米干的时候 中市场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的就是米干 大家一定要去吃 那我去吃米干的时候 就听到我旁边的桃园在地人 接电话就说 人家问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干嘛 他就说我在吃早餐 然后就说OK那我就是符合当地的生活 就是米干就是当早餐来吃 然后再来呢中增市场完之后 你再搭同一班公车 下一个就去马祖新村 它就是一个眷村的复原 也不算复原就是旧址 然后就是做成一个文创园区 但它文创园区东西很少很少 你就是只是去逛逛看那个眷村的椅子 对我来说逛眷村椅子这件事很棒 因为我从小其实是生活在眷村的 我家以前就是眷村 所以对我来说那都是一种很棒很棒的手席感 逛完马祖新村之后 它旁边是龙岗森林公园 就是一个很大片的草原 跟很差片的公园 大家可以去逛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刚好就扭到脚 所以我已经没办法去逛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做回中立 因为刚刚其实中正市场跟马祖新村其实都在龙岗 龙岗就在平镇啊 中立啊 巴德中间 所以他就说自己是魅力金三角 后来我回到中立之后 就去吃很有名的一个冰淇淋店 叫做张丰盛商行的冰淇淋 然后顺便走走逛逛老街西那个步道 然后看看那个白路师之类的 看完白路师之后呢 我就去了中平商圈逛逛 我原本是要去看那个中平故事馆 但因为那天刚好在办活动 所以就没办法进去参观 然后我就这样结束了我的中立一日游 对 那大家如果听到中立可能会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便当店 叫做三郎便当店或三只郎 那我这次有吃到 但是是因为我那时候 呃办出差办演习的时候 刚好那间学校就是帮我订了三郎 然后我吃到那个最有名最有名的两层肉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有多好吃 我真的是差点哭出来 好 那我就一个一个讲 那我这次住的旅设呢 一样是情侣 然后也是奇异果分享旅设 我觉得那间奇异果分享旅设 它原本的那个旧址应该是一种 类似 Motel 或是那种会可以休息的旅店 所以它的设计有点怪 我进去那个四人一间的背高客房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暗 然后我就怎么灯都没有开 然后我就一直把灯打开 但发现 那已经是最亮了 有点像W Hotel的感觉 它就很暗 然后它的床就是会给你一个 一条灯 然后还有一个读书灯这样 然后他们卖的时候 上铺跟下铺是不同价钱 然后我后来就是买比较便宜的上铺 那我以为 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睡上铺的啦 因为至少别人不会从你身边爬过去 就是从你旁边的楼梯爬过去 结果没想到我那一间 就有一个女生也跟我一样买上铺 然后我们下部都没人睡 可是我们两个中间是没有不隔开 也没有什么隔板 所以超尴尬 我就拿棉被把自己折起来 然后我们都戴耳机 看自己的东西 然后完全没有沟通 隔天它很早就起来 然后我就被吵醒 然后我原本想一直赖床 我赖超久的床 我才出去了 但也还好我比较晚出门 不然以我那个松散的行程安排 其实真的逛不了太远 奇果分享旅社中立店呢 它是有附早餐 就是很简单的面包跟果汁 然后我大概吃了一点点我就走了 因为我想说我要去中正市场吃米干 所以我就吃了一些我就走了 那我基本上觉得 它跟 因为奇异果这种系列的那个旅店 我还有在台中住过 奇异果快捷旅店吧 但我觉得台中给我的体验比较好 中立的就还好 就很像没有在管的一个旅店的感觉 但还是很推荐的 因为它一晚才410块 也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如果大家去中立的话 可以去住看 那它的位置是在中立火车站的后站 所以你们要走大概10分钟的路 不会太久 然后一开始我想说早上应该吃完早餐 应该先去逛马祖新春就好 结果我就不小心公车坐过站 所以就一路坐到中正市场 大概到中正市场的时候 大概是11点之前 然后我想说应该不会很多人吧 天哪 它就是一个菜市场 它在龙刚国中的对面 那它就真的是一般的菜市场 可是它里面就是有两个组成 一个是云太料理 一个是眷村料理 那米干呢 是龙刚最有名最有名的特色小吃 然后甚至有办龙刚米干节 那我一直不知道米干是什么 然后我那时候还问我住桃园的朋友 说米干是什么 他就说嗯 有点像米苔木的东西 然后我上网查的时候就发现 有人写说是有点像板条吗 但我自己去吃 我自己觉得它就是比较厚的米苔木 或比较厚的板条 然后它的调味比较不会那么容易 扒在那个米干体上面 它有点像它自己独树一格 然后汤头是汤头 那有可能是我自己吃的那一样是这样 那我这次呢 因为没有预想说我会吃哪一家米干 那我觉得原本我以为米干是差不多东西 就每家会做的差不多 但我后来在查资料都发现 每一家都蛮有自己的独特的特色的 那大家很推的就是什么大胡枝啊 米干或是国旗屋米干 那我那时候就转进那个中贞市场 然后就看到有一家店在排队 然后没有名字也没有招牌 我想说 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想说那就跟着排好 然后就发现那家是大胡枝米干店 那还好我在11点左右去吃 我同学都说他从来没有吃过大胡枝米干店 因为都一去就没了 然后我去就在那边排队 然后那时候我就上网看他要怎么点 他看起来根本没有教学啊 然后大家好像都知道怎么点一样 他就是第一位呢会问你说你要大碗还是小碗 然后要几碗 第二位就问你说你要不要蛋 你要什么蛋 蛋有分蛋花跟蛋包 那蛋花就是就是把它打散 然后就是变成有点嫩蛋的感觉 然后蛋包就是有点像荷包蛋 只是用汤煮的 再来就问你你要辣吗 你要什么辣 小辣都要大辣 那我就看他的汤头是比较一般的就是猪油汤面 然后想说那加点辣应该蛮适合的 所以我就选了小辣 那小辣的话他就问你要不要冲 那就说要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 所以他非常简单 里面大概只有三四个人 然后就一个咬一点咬一点给你 然后那一碗就组成了 所以他是没有太多的肉啊 或什么其他配料 他就是米干 然后那个汤 然后蛋 就这样 还有葱花 就这样而已 啊大胡子米干店基本上他也只有卖米干这个东西而已 尤其是汤的 好像其他地方有干的 然后我看到其他店的米干是有加肉的 那这家店刚好就没有 那我就特别点了小碗 因为我怕回来要吃 但没想到小碗就很饱了耶 然后我觉得小辣基本上我自己觉得一点都不辣 难怪我后面那个在地人说还要大辣 然后人家刚说你要吃大辣哦 他就说反正一点也不辣 我有懂那个感觉 但是就有提味的效果就还不错 那我蛋包跟蛋花都有加 那我自己觉得蛋花比较好吃 因为他会沾上那些辣跟他的那个汤融回一体 真的是非常好吃 那蛋包就比较普通 所以如果建议大家去点的话 可以点蛋花这样 然后一碗呢 小碗应该是75块啦 然后我记得多一颗蛋就要加5块 所以我一碗小碗就是花了80块 那我对我来说他最吸引我 就是他汤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喝 那米干本体我自己就觉得还好 就是比较粗比较厚的米苔木 还有板条而已 所以我自己觉得还好 那我觉得大家一定去中正市场 去龙岗地区去中立都可以一定要来吃 那我从中立火车站那附近搭公车 搭到龙岗市场 大概20-30分钟不用太久 然后你可以去逛一下他们的菜市场 我有进去挤一下 人超多 完全就是不受控制 那大胡植米干就是很容易 在12点之前就没有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吃大胡植米干的话 请在就是11点多就去排队 然后我一开始排的时候 大概有10个人左右吧 那我就觉得哇人很多了 那我排完出来就看到那边有20几个 而且很多人都会去问说 还有吗 然后那个老板人就会告诉他 有啦有啦不用担心 大家都知道很容易没有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想说我吃完一碗 其实已经蛮饱了说真的 然后我想说 可是我来中正市场 怎么只能只吃一样 这样也不行 那我就上网查一下 还有人说中正甩饼和值得吃 然后我就去那附近找 然后找到之后我就发现 好像没有人买 他就发现他已经剩下一些些 然后包好放在那边了 然后我想说是怎样 是太多人来买吗 还是怎样 我就去问 他就说 哦你要什么口味 然后我记得他有 泰式打泡猪 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他就跟我说 打泡猪啊 什么咸的都卖完了 然后他说 那我可以吃什么 因为他还有什么咖喱 豌豆啊 或是奶油 什么之类的 然后咸的都卖完了 我想说那我可以吃什么 他就说奶油炼乳 然后我就说好 那就奶油炼乳 然后他刚刚也有卖泰奶 所以我就一起买 那一个是40块 然后泰奶40块 所以这个也是80块 然后看起来 对我来说 我看起来就很像葱油饼 所以我自己觉得 哎 好像也还好 结果我就带着去逛了一下 中贞市场 然后我就把它打开 然后一咬就天啊 太好吃了吧 他就是真的很像葱油饼 葱抓饼 应该说葱抓饼 但是他的那个饼非常好吃 就是我就算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但我还是觉得他脆脆的 然后他拉起来的这个甜度 跟那个饼的味道是非常足的 然后加上他加炼乳 就我一直觉得炼乳会觉得太腻啊 或是太甜 但没有 他整个配在那个传饼上面 应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我其实很期待 如果我之后也会再去中贞市场的话 我可以吃到泰斯达包猪口味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连 那么简单涂个炼乳都那么好吃的话 那加上泰斯达包猪一定是更棒 那在中贞甩饼附近呢 也有卖那个很有名的一个越南法国面包 那我真的是太饱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买 那家也是排非常长 那我买完中贞甩饼之后呢 我就顺带去另外家也很有名的米干店 叫国旗屋 但我没有去吃米干 我就去参观一下什么叫国旗屋 哦天哪 他真的是超多超多国旗的 就是一排都挂在那个天皇板上面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国旗在飘洋 尤其桃园的风真的是有够大 你就看到那些风把那个国旗吹得很挺 这样 那国旗屋上面呢 就除了有国歌国旗歌之外呢 还有他就是有一张图 就写说 人民第一 国旗至上 国泰民安的一个图 那那时候我看到那张图的时候 我想说人民第一 OK 自己定下 那国旗至上 那我就想起了一个小趣事 就是我读的戏呢 其实是有点政治相关的戏 然后第一堂课 我们那个老师是偏蓝的绿场 然后他就觉得说 蔡英文啊或民进党的人 都不唱国歌 实在是很不OK 然后也不尊重国旗 我大学第一堂课 我永远记得 我们班就有人直接去挑战那个老师说 老师 国旗是什么 国旗是哪一面 宪法没有规定国旗是哪一面 所以你叫我们尊重这个国旗 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没有人跟我们说 中华民国的国旗应该是哪一面 现在还不用讨论到 台湾啊 中华民国 这种国族认同的问题 光是国旗该是哪一面 宪法就没有规定了 那你这样教求我们 不是很不合理吗 而且你还是个教授 然后大家就有一片安静 我下一秒就觉得 天啊 大学都这样吗 我真的是下烂 然后那时候看到 我就想到这个 然后我就把它拍给我同学 我同学们一起就想到这件事 超级好笑的 好了扯远了 但就是我在国旗屋米干店的时候 它里面看起来比较昏暗 但里面好像类似博物馆一样 就是有放一些国家的东西啊 或是他们那时候将军的东西 这样 那这个关系到最主要的就是 中正市场的起源 就是国共争战结束之后 然后政府来台嘛 然后里面有一个滇免孤军 依旧留在就是滇免边境在奋战 然后最后在联合国要求底下 他最后就撤军 然后最后就把这五百多户的人 安置在中正行存 那这些军券啊或后裔 就是依依庆的方式来台定居 然后导致中正新村的人口越来越多 那人口多 基本上就可以形成市场这样 所以在中正市场 就会有滇免泰的美食 然后又有眷村美食这样 融合在一起 所以形成这边很多元的美食这样 龙岗地区也是闽南人 客家人 西营民 就是多种族的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元 然后我也看到很多 我以前很喜欢吃的东西 啊因为我家以前住眷村嘛 所以市场就是长得 就是外省的市场的样子 那基本上我对什么叫外省市场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 但因为我妈是一个 从小到大就是本省人的人 然后家里也是在市场卖东西的 所以她就很明显的跟我说 其实你看这个市场 就是什么省的市场 就是什么省的市场 我就觉得哇靠 有那么差那么多吗 但在走进中正市场的时候 就有让我想起 我以前在眷村附近的市场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OK 真的外省市场跟本省市场 好像就不太一样 如果我有机会之后 就是可以去对照 做个分析的话 我之后可能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后来逛完中正市场之后 我就饱餐饮 对我真的超饱 我连午餐都不想吃 那我就直接搭上公车 然后去马祖新村 那马祖新村 基本上就是一个真正的眷村遗址 所以你在外面的围墙 就会看到什么 孝涕中性啊 或是一些就是 准守正服的准则之类的话语 如果大家对这种东西 都没有概念的话 我觉得大家如果看过光阴的故事 这部戏剧 你就会很感受到 什么叫做眷村 因为我从小到小的眷村也是这样 就是大家因为资源很少 什么都没有 所以大家互相帮忙 那在那个眷村 就是一个小国家 一个小社会 大家就是有事就找谁 有事就找谁 谁在义务帮忙 帮忙带小孩 然后一起 做一些补贴加油的事情 比如说那个妇女 那个男人就是去外面工作 或是让他是军人将军的话 就是去服役 所以基本上整个眷村的架构是 女人建构起来的 然后当然里面最大的军官将军 他的那个老婆 就会变成整个 很像村长的角色 大家有事就会找他 那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光阴的故事 一把青也有那种感觉 但光阴的故事 比较是后期的眷村 那一把青比较是前期的 那一个是陆军 一个是空军 也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你们要感受到眷村 就可以去看这两部戏剧 这样 其实在暑假的时候 我有去澎湖嘛 然后就有去赌星石村 就是也是一个眷村 留下来的文创园区 那那里就真的很像是文创园区 所以对于眷村的故事 他有写 但是比较被淡化掉 但马祖新村他虽然也想要变成一个文创园区 但进入的商家并没有那么多 他就真的是一个保留一个眷村的概念 那他里面有一个博物馆 里面有展马祖新村的故事 那他是在他们这里 那个关阶最高的将军 徐培青将军的房屋里面 搭设这个故事馆 然后一开始他就有写说 他们被分派到的房舍 大概只有二十几坪 然后后来再自行把它加盖成一百多坪 就是很大间很大间的眷村 大家不要觉得眷村的大小都划分的一样 其实没有 就是基本上你在比较内陆 这样叫内陆吗 就像因为我家总常住的眷村 就是比较边边 那你就是比较有机会往外加盖 会比较大 看起来比较新 比较豪华 但如果你是在眷村里面的那种小的房舍的话 基本上就真的很小 然后会黑黑就就的 就你会很明显感觉到眷村的那种落差啦 这个我觉得大家没有去住过眷村 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 基本上这个将军就是这里官军最大的嘛 那他们的夫人 就是也会被指派当成村长 然后甚至他就会做一些事情 例如他就创办了马祖新村幼儿园 许多人遇到什么事 就会来问这两位 就是包含将军跟他的夫人 那大家不会很好奇 为什么他叫做马祖新村 不是叫什么龙岗新村吗 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们的军 一直撤退撤退撤退到台湾之后 他们是第一批 就是从马祖撤军的国军 所以他们就是把这里作为他们的据点 然后因为他们这附近 龙岗附近也是军营 然后他就把这里叫做马祖新村 那我讲了这么多就是一些故事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很无聊的地方 如果你是个王美 这里就是个非常非常好拍的地方 他这边有什么斑驳的墙啊 然后树啊 还有一些眷村的那个墙壁 都非常非常好拍 就是很推荐大家来 然后可以了解一下这里的文化 那对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很怀念的地方 就是真的很眷村啦 就像他整个园区的中间 有一个大凉亭 就完全想象的出来 大家可以在那边喝茶聊天 然后还有小孩也可以在那边追逐的感觉 对我来说就真的是很眷村的回忆 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咖啡馆啊 然后里面还有做立体书的 还有做木制品的一些商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那边做体验 然后马祖新村的附近呢 是有龙岗森林公园 就是一个很大的可以散步啊 可以到处走走的地方 我原本想说去那边走走一下 就打发一下时间 那我走到那个路上的时候 我就因为路很不平 我就整个大扭伤 然后我就裤子就破了 就是我摔到地板上 然后我裤子破了 脚还真的擦伤 所以我就去7-11休息了一下之后 我才就是继续我的行程 那我就放弃去绕那个生理公园的计划 大家可以排在一起一起去玩这样 然后我下一个行程呢 就是去老街西的河川教育馆 那我就是从马祖新村在做公车会中立 然后在去那个教育馆的途中 你会先经过中立国小 那中立国小旁边就会有一个立小故事公园 那那里就是会有一些日式建筑的东西可以拍照 然后里面有一些地方可以参观 有一些餐厅大家可以去走走 然后那里很小 大概你走不用五分钟就可以走出来了 然后再来你就往中立家商方向走的话 你就会走到西旁边 然后那里呢就会有那个很有名的溜滑梯 就有小朋友在那边溜滑梯 我也超想去溜的 然后我想要录我自己溜下去的画面 但是真的是 我没有那个脸 去跟小孩子抢那个溜滑梯 那我听说那是很有名的打卡景点 然后很多小孩在那边玩 那你再往下走就会到那个西旁边 那里就是所谓的老街西 那老街西河川生态教育馆呢 就在旁边 大家可以去参观 那老街西就是一个很漂亮 有整治过的西吧 我觉得 然后那里我也看到白鲁斯在那边啊 然后展示高飞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里是个步道 很多人会骑脚车 然后其实他旁边也有U-bike站 所以如果大家有险情一致的话 就可以骑脚车去到处绕绕 因为我真的就是 脚软道没有那个险情一致 所以我就没有 我就没有去走那个步道 不过那个步道真的是蛮漂亮 然后也我觉得规划很好 他旁边有各种景点 那边有那个地图可以给大家参考 那我去完老街西之后呢 我就往中正桥那附近走 就会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张丰盛商行 那里就是买一些饼干啊 扎粮 但他最有名的是那里有卖冰淇淋 那他冰淇淋有两种口味 是花生跟芝麻 大家都去买那个冰淇淋吃 然后一个冰淇淋要80块 有点贵 可是我吃完我觉得蛮值得的 他就是像我是点综合 就是他那个里面的口味 就是花生跟芝麻 然后各一半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 花生芝麻的饼干 插在旁边 然后淋花生姜或芝麻酱这样 我自己觉得很好吃 就非常非常浓郁 不会让你觉得80块不值得啊 然后那天很冷 但是我还是吃得很开心 然后他非常扎实 就你吃到很多的时候 在冰淇淋一桶里面就是空气 但没有 他连冰淇淋一桶都是装满的 那我就一边走 一边就是走那个步道 顺便到处看看 就一路走回了中平商圈 那我其实是要去中平路故事馆 听说里面有很多就是东西可以参观 然后也可以听导览 但后来发现那天 他们有点像半风馆 因为他们就是在做一些 然后年长者服务这样 就是一些活动 然后所以我就没办法进去参观 就很可惜 所以我就代替方案 我就是参观一下中平商圈 那真的就是很像西门丁 那个新倔江的感觉 所以就是到处走走看看 这样 然后大概走完中平商圈之后 我就差不多要回台北了 基本上我对中立的现在的理解就是 还有龙刚就是一起讲 因为我就是一起玩的理解就是两个 一个是云太 一个是眷村 就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酷的地方 我会想要再去中立 然后吃各种美食 因为我这次很可惜 就是没有吃到云太料理 我没有特别去吃啊 因为我自己一个也没办法吃那么多 如果有人陪我去 我当然可以吃很多 但这次就是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就是每个东西都要吃完 然后就会觉得 没办法吃完 更多更多的料理 尤其中立市场应该我可以大吃特吃的 但我真的吃了两个我就很饱了 啊对 我忘记分享吃那个三只狼便当的那个两层肉 哦 我真的觉得那个便当真的是超级好吃的 它比较特殊的就是很多便当餐 就是会有很多菜 它就会隔在旁边 然后就是告诉你说 哦我有三菜一汤啊或什么之类的 但三只狼就是把它装在同一盒 所以像有一些白菜啊 茄子 然后肉 还有一些豆干都放在同一盒里面 哦还有花椰菜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丰盛 因为你的饭上面就铺满所有的菜 那那时候我其实对它没有太大的期待 虽然我们老师们就是觉得一定很好吃 因为特别要求要订这家 然后我就 因为那天很累 我就是忙东忙西 整个活动就是我在忙而已 然后就把菜吃一吃 茄子吃一吃 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 都处理的还不错 结果我就夹了那个两层肉来吃 吃进去惊为天人 也太好吃了吧 大家是不是比较常听到三层肉 那它的两层肉的意思就是把三层肉上面那块肥油的部分去掉 就只有下面的那个瘦肉跟拌油的地方 那它不是只是拿去水煮而已 它就是有点炒那个酱油 所以它整个非常入味 然后因为它是三层肉 下面的肉又不会很硬 就不是那种瘦肉很柴 它没有 它就是三层肉下面那种嫩嫩的肉 然后一吃就觉得太好吃了 然后我就拿起来就是poIG就说天哪 这个两层肉也太好吃了吧 然后我同学很多中文大学的朋友就会有说 我来这边四年从来没有吃过这家 因为每次都一去就是没了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算是开外挂吧 叫那里的学校老师帮我订 所以我就吃到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如果我再去中立 这家绝对是必吃 就跟中生市场一定要去吃米干一样 这家一定必吃 那三层肉变造店大概在哪里呢 它其实就在我刚刚说过的中立国小附近 就那个立小故事森林 还有老街西河川教育馆附近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规划行程的话 可以把那边规划在一起 记得先去吃再去走那些地方 吃这个真的比较重要 所以我应该之后还会去中立玩 然后甚至去探访一些我的中原大学的朋友们 对 好 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中立一日游的行程 就是蛮松的 然后就是到处走走 又很喜欢用走路的方式去认识一个文化 或是一个城市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行程安排跟这个分享 那我们就下集见啰 拜拜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